欢迎收听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第一娇》 作者 苹果小姐 小仙女 追马 领先演播 第七十八集 火辣 说完 荣恒追问 有问题吗? 苏青点头 鸭鸭不吃不喝却迈向混乱 我想 该是屋子里有什么不该有的 被他碰了 这只鸡也真是一只神鸡 偌大的大佛寺后山 他去哪儿溜达不好 偏偏去人家中毒之人的脸上溜达 害得自己也干着中毒 现在来了荣恒的府邸 这才第二天 就又中招了 苏青瞥了鸭鸭一眼 起身 我去福星的屋子看看 你这里没人看着可以吗 他给荣恒治病 不论是他还是荣恒 都是要求绝对保密 不能让外人知道 他一走 屋里就荣恒一个人 苏青不放心地问 荣恒一脸若有所思 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没事 苏青疑惑地看了荣恒一眼 抬脚出门 苏青前脚出去 长青就被暗卫放了 来到荣恒身边 荣恒斜了他一眼 长青低着头认错 殿下 奴才错了 荣恒不说话 长青就当 暗卫都和奴才说了 原来昨天夜里 王妃只是给您逼毒 您是清白的 荣恒 这话怎么这么难听 荣恒没搭理长青这一茬 只是问道 现在福星住的屋子 除了一年前清兰住过 别人可还住过 长青想了想摇头 不曾 荣恒的怨子 因为荣恒的要求 没有他的允许 不许旁人随意进出 府中的痴妹势力虽然多 可这一点 大家却都谨记 毕竟人家是皇子 认真闹起来 不是他们奴才可以比的 可现在苏青说那屋子可能有问题 福星住进去之前 屋子一直锁着吗 荣恒再次确认 长青点头 嗯 上次清兰小姐走了 奴才亲自监督丫鬟收拾了 就唠了锁 钥匙一直在奴才这里 顿了一下 长青继续 那锁奴才做了点小记号 若是有人动过 奴才能瞧得出来 奴才肯定 没人擅自开锁 直到王妃进府 福星住进去 之后又没有别人进去 奴才就没注意了 说完 长青看着荣恒问道 怎么了 殿下 荣恒目光微深 没有回答 空气一时间静光下来 长青倒了杯茶 殿下 喝点水吧 出了一头汗 才要端茶过去 原来隐藏的暗卫忽然现身 吓了长青一跳 你要不要把神猪鬼没贯彻得这么到底 吓死我了 长青翻了个白眼 暗卫眉里长青 朝荣恒回禀 殿下 宫里派了御医 正由下人领着过来 长青顿时端着茶盏的手一颤 茶水溅出了手背 殿下由王妃治病 这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挪下去拦住他 就说殿下睡了 长青转手割下茶盏道 暗卫道 四殿下也来了 四皇子不是个好拦的 长青看向荣恒 荣恒道 先把王妃请来吧 看看能不能把针拔了 为什么要拔针 苏青正好一脚迈过门槛道 长青忙道 四殿下和御医来了 苏青明白过来 扫了戎横一眼 面无表情道 治病家就疗惩 昨日是第一天 今儿要不够时辰 便算白扎 不能一会儿再补上 长青道 苏青摇头 五脏六腑受不了 一天两次刺激 更何况便是拔了针 枕脉一样能枕出端倪 为了逼毒 他现在体内血迹翻滚 完全异于常人 雨落苏青又道 不用拔针也能应付 你们出去吧 一会儿他们要进来 你象征象的来了 长青点头 眼底冒出小火苗 莫非一会儿王妃 要把四殿下给揍出去 好期待呀 这想苏青才翻身上了床榻 门外的声音就传来 奴才给四殿下请安 四殿下万福金安 长青宫顺道 免了 九弟呢 四皇子道 殿下今儿进宫进茶 身子有些撑不住 睡下了 长青气息均匀地撒谎 四皇子皱眉 扫了眼长青背后的门 睡下了 该不会又病得重了吧 今儿宫里的事 本王听说了 九弟身子不好 受了刺激 怕是 四皇子满目真诚 父皇怕九弟有什么不好 特意让本王带了太医 来给九弟瞧瞧 长青恭敬道 要不明儿再瞧 现在殿下睡下了 万一再起来受了夜风 屋里 苏青颤了颤嘴角 现在不过才刚刚用过晚膳 半个多时辰 就夜风 呵呵 既然九弟睡下了 就让太医整个脉变好 太医动作轻柔些 不会打扰到九弟歇息的 本王也好回去跟父皇回禀 免得父王彻夜担心 四皇子说得滴水不漏 这话 长青就赌不回去了 人家只是整个脉 手指搭一下手腕的事 的确是影响不了休息 可 王妃也在 长青做最后的努力 你们也知道 我家王妃的性子 这话一出 太医立刻就怂了 朝四皇子看了一眼 要不明儿吧 四皇子却道 只是给九弟诊脉 先可围慢一条缝便可 看不到九弟妹的 再者 为了九弟的身体 九弟妹也会体谅的 不仅不避讳人家夫妻同寝 他们不适合进去 甚至连苏青的恶名也不处 四皇子坚持 太医就没再说什么 无奈地叙了一口气 长青身子让开 好吧 不过一定要小心 太医立刻道 放心 不会影响殿下睡眠的 咯吱一声 门打开 荣衡已经被朝里面朝外 坐在床榻上 而苏青 保持着某一个神秘的姿势 双腿岔开 坐到荣衡的腿上 脸对脸 门打开的一瞬 苏青手指沾了一点 手边茶盏的茶水 往额头上抹了许多 做出一副大汗淋漓的样子 荣衡不忍直视 将头别到一旁 苏青就道 你不要乱动 这些事你不如我熟练 我来教你 荣衡咬牙切齿 面色红里透黑 扎针缘故 他脸上的潮红格外的浓 浓得娇艳欲滴 苏青又道 你身子又不好 不要动 我来动 荣衡 四皇子和太医走进外间 就听到这样的对话 两人倒是没有往歪处想 四皇子朝长青道 看来还未睡着 那便好 一马当先 四皇子第一个走进里面 床榻上 火辣辣的一幕 就劈头盖脸 鸡头掰脸的 砸到了眼里 点赞评论分享 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是